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华传房 今天阿华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枝竹炆鸡 这里有一只走地鸡 这只走地鸡去头去尾都没有多少件 有一些走地鸡是比较小的 但不要紧要了 我们有发好了的枝竹 材料就很简单 我们就开始煮了 烧红锅之后 我们要把这些配料 干葱头 有蒜头和姜片 我们先爆一下 让它出了味 这个时候我们加上鸡 煎一煎 先煎 不要动它 让它在那里煎一两分钟 我们先盛一盛 煎到这边有点凍凍的 让它闻到蒜头的香味 这个时候 我们要放一点酒 倒下去 撒一点酒 然后 要加一点盐 半茶匙的盐 不需要放太多 放一点老抽 加点颜色 生抽 然后 放一点蚝油 配料 配料那方面 就是非常简单 这个枝竹 一定是要浸开的 如果趕时间的话 就记得 放暖水来浸 它容易开些 我们要加一大碗水 这个时候 最后 我们要放一点 枝竹 把枝竹 放在底部 吸一吸水 枝竹 也很吸水 我们要盖盖 盖盖 要炆10分钟 再炆了 如果再炆的话 不怕肉 就会太粗 这个时候 加一点薄芡 OK 颜色 好 好了 葱段 加入 我喜欢葱 有点生 有点咬口 好吃 好了 那我们可以上碟了 这碟 这么香的枝竹炆鸡 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 华国频道 多谢